97年一直就打到这个08年 拿回家的钱可能不算2万块钱 这么少11年拿回家就算2万吧 嗯就算2万吧 他装得很好的很会讲话 他就讲你以为在外面打工就是那么好赚的 从那几年以后反正我就感觉他这个人不对头 刘先生打工11年只给了妻子不到2万块钱 这的确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是刘先生挣的钱太少 还是他将钱用到了别的地方 那时候的杨女士不安事事并没有过多的追究 但是他慢慢的发现 这个爸妈一眼就相中的老实人 好像浑身都是不能说的秘密 接下来他在场上讲述了最接近真相的三个疑点 放暑假的时候 真的好多家族都讲说要去玩 问我小杨 他讲去不去我们一起去吧 我说好啊 我又打电话给他 他讲不要来 我在这边辛苦得很累得很 什么什么的 因为我听我不对头啊 人家好多男的都希望老婆在身边 他为什么就不准我去呢 我就觉得奇怪 我当时我只是这样想 我又没说出来 我只是怀疑 那次就没去成了嘛 就没去了 我想先问一下刘先生 大家都愿意 怎么你要拒绝他呢 不是 他那是我们里面的进食中文在本单位里面精进自己单位里面 我是 我叔叔把我介绍到一个司令单位 跟他们不一样 不一样 那时候我叫他不要来 他就没有来 他就一步步的 他是已经设计好的 因为他这个人太聪明了 到今年 所以我为什么才发现 不是不是 06年 07年 电视机啊 饮水机这一类的啊 他就全部拖印好 拖回家去 那意思是说 他在一步一步的转移吗 对 一步步的在四季前到 搞我 真的 到今年我现在才证实的 你运回家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我们老家嘛 是真是农船嘛 以后不是需要的的嘛 哼 09年我们第二次回家了嘛 回到家里呢 从我贵阳运回来的东西 一样东西都没有 我就问他 我说到哪里去了 他说放在别人家里 他就讲 我忙没时间 我一个人嘛 这个人跟他是亲戚 叫他帮忙一下 为什么还要 总到别人家里去 他刚来嘛 我不是想让他吃好一点嘛 就是叫他给我煮点菜嘛 家里空膛了什么没有 床铺没有 什么东西都没有 我说你回家这么长时间 你睡哪里 他想我睡车上 你可能天天睡车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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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年你不是买车了 09年那是 几个饭才买的车嘛 09年我们暑假回去的 什么茶房的 那床铺到现在也没动过 哪里也没床铺 我天天睡车上 你讲给人家 是你自己讲 那你说你也睡车上 后来我去了以后 才重新床 这么多年 你觉得他一直在为回家做准备 可是这个家里 什么也没准备好 对对对 有一条